我之前很喜歡小賈斯汀 我之前很喜歡小賈斯汀 然後呢他之前就是 有吐口水到粉絲的眼睛 然後我就是很生氣到 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我覺得他對粉絲的態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不喜歡他 我以前還蠻喜歡吳亦凡的 他以前是韓團的成員 以前喜歡他的時候 就是他有上什麼任何綜藝節目 就一定一定會去看 但後來就對就還好了 就是我一開始是聽到了一首歌 叫Problem 所以他喜歡Ariana這個歌手 但是後來因為聽到他的新聞 就是他有大頭症 所以我之後就開始 漸漸沒有這麼喜歡他這個人 可是單純還是會聽他的歌 靖東爆料初呢 他在微博上面 就是一些對24集的誤導 誤導一些觀眾 作為明星嘛 是個公眾人物 應該提高自己的那種文化素養 內涵 所以呢我覺得應該 多念點書 看到本人跟電視上差最多的是 陳妍琦小姐吧 本人的話其實有點風雨 我覺得就是很多人都會向往說 像明星一樣都要很瘦啊 或者是身材一定要凹凸有致 可是其實真正的明星走到路上的時候 是跟一般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比較喜歡一個明星叫文章 我感覺他演得非常好 他跟姚迪爆出一些事兒以後 我就對他不是那麼喜歡了 然後就不再看他的電視劇了 雷霆隊的Kevin Durand 因為西區決賽就是輸掉 然後進而跳槽到勇士隊 沒有那個球員應該有的忠誠 所以我現在就蠻討厭他的 沒有遇到過 我喜歡的明星人設都不碰他的 因為我喜歡他們是因為他們的臉啊 又不是因為他們人設對吧 我之前小時候很喜歡Taylor Street 然後他其實一開始是一個鄉村歌手 近幾年的時候他的曲風轉換 就是比較流行樂這樣 個人是沒有那麼喜歡 今年的張雪雄事件 然後對我的影響其實還是挺嚴重的 爆料出他和秦俊傑同喝一碗胡辣湯的場景 應該注意一下他在大眾視野下 對大眾對他的看法和觀點 網紅然後他就小兵 然後他的饒舌很強 然後他就很常用一些很崩壞的表情 然後就讓他臉部很醜 或者是像常常穿什麼海灘褲啊什麼的 就會上鏡頭 那會有時候讓我覺得很崩壞 可是會覺得他很真實 然後就會讓我更喜歡他這樣 最近很喜歡一位女明星 她叫溫妮 最近在新聞上公布說 她交了男朋友 心裡的女神被其他男生搶走 當下有想說要不要就是脫粉 後來想再想 也是要祝福人家 因為自己一定是不可能啊 差那麼遠 有些演唱會的時候 聽現場的時候可能 當時藝人的狀態沒有很好 唱歌的時候可能會有破音啊 或是一些走音的情形 大家當然是就嚇一跳 我覺得我回來趕快多聽幾次CD好了 李彥謹吧 我本來蠻喜歡這一位女藝人 覺得她個性大方 然後不做作 可是後來好像有傳出她 她在計程車上面 那個毆打時機的情侶 然後讓我覺得 就對這個女藝人的感官 整個翻面這樣子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 因為一個點去就是粉她的話 你要有那種面臨她 人社會崩塌的那種可能性嗎 隨之千不就是嗎 就是你沒有喜歡過她的 你只喜歡她的歌 謝謝